在南北朝时期的梁朝 张僧瑶微笑着回答 这四条龙已经画得非常完美 如果我再给它们点上眼睛 它们就会变成真龙飞走的 游客们听了都觉得张僧瑶在说大话 纷纷嘲笑它 张僧瑶不以为意 它提起笔来轻轻地给其中两条龙点上了眼睛 突然天空中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两条被点上眼睛的龙 竟然破壁而出腾云驾雾地飞向了天空 消失在云端 而没有点上眼睛的两条龙依旧留在墙壁上 游客们惊呆了 纷纷赞叹张僧瑶的话迹 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些事情看似只差一点点 但实际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个成语的由来 它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抓住关键细节决定成败 在一口废弃的井里住着一只快乐的青蛙 他每天在井里跳来跳去 累了就在紧闭的破砖上休息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美好 因为他可以独占一坑水 自由自在地游泳 有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路过井边 好奇地探头往井里看了看 青蛙看到了大鳖得意地说 嗨 大家伙你快来看看我的幸福家园吧 大鳖低头看了看井底 笑着说 哦 这就是你的家吗 真是小巧玲珑啊 青蛙自豪地说 是啊 我在这里自由自在 想跳就跳 想游就游 没有任何束缚 你看那些螃蟹和蝌蚪都得听我的 大鳖摇了摇头说 青蛙先生 你可愿意看看大海的广大和浩渺 大海无边无际波涛汹涌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青蛙听了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说 海 海是什么 难道比这口井还要大吗 大鳖说 当然了 大海的辽阔和壮观远非这口井所能比你 你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大海 青蛙半信半疑地说 真的吗 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不过我怎么才能离开这口井呢 大鳖说 只要你愿意就一定能离开 你可以先跳到井边 然后一步一步往外爬 青蛙鼓起勇气跳出了井口 跟着大鳖来到了海边 当他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时 不经惊叹道 哇 这就是大海吗 真是太壮观了 青蛙终于明白了 井口的一片天空并不是世界的全部 外面的世界更加广阔和精彩 井底之蛙 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来的 用来形容事业狭窄见识有限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 要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开阔自己的视野 只有不断学习和成长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秦朝末年赵高是一位权倾朝野的大臣 他野心勃勃想要独揽朝政大权 为了测试其他大臣是否会对他言听计从 赵高精心设计了一个计谋 一日赵高带着一只鹿来到朝廷 当着秦二世和众大臣的面 他高声说道 陛下 我为您带来了一匹名贵的马 秦二世看着那只鹿不解地笑道 丞相 您是不是弄错了 这明明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 赵高不慌不忙地回答 陛下这确实是一匹马 不信您可以问问在场的大臣们 秦二世环顾四周问道 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 大臣们面面相去 有的沉默不语担心说出真相会得罪赵高 有的为了讨好赵高便附和道 回陛下 这确实是一匹马 赵高坐在一旁面带微笑 心中暗自得意 通过这个试探 他发现了许多大臣都愿意迎合他 这为他日后的权谋铺平了道路 直路为马用来形容那些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的行为 或者用来形容权利者 通过欺骗和测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也告诫我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盲目追随权威 敢于坚持真理 不随波逐流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被虚假的信息所蒙蔽 勇于揭露那些不正之风 在远古的时候 炎帝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名叫女娃 她非常活泼 喜欢在山川之间游玩 一日女娃来到东海 被大海的辽阔和神秘所吸引 便决定去探险 女娃在海边玩耍 突然一个大浪打来 她被卷入了汹涌的海水中 尽管她努力挣扎 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大海的吞噬 逆水而亡 炎帝得知女儿的不幸悲痛欲绝 然而女娃的灵魂并没有消散 她变成了一只名叫金卫的小鸟 金卫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她决心要填平东海 以免更多的生命遭受不幸 每天金卫鸟都会从西山 携来木头和石头 飞越大海将它们投入水中 尽管这项任务 对于一只小鸟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金卫鸟从不放弃 它坚信只要坚持不懈 总有一天能够实现目标 有一天 一只海鸥飞过来 看到金卫鸟的行为 嘲笑道 你这只小鸟 想用木头和石头填平大海 真是不自量力 金卫鸟回答说 即使需要千百年 我也绝不放弃 我要让所有的生命 都能安全地在这片海域生活 海鸥听了感到羞愧 便不再嘲笑 而是飞走了 金卫填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坚定的意志 和不懈的努力 即使是看似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有可能实现 它鼓励人们面对困难 使不要轻易放弃 而应该坚持到底 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信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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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